可比场上只打一次体现出来的数据要参考性更多一些了 是啊 因为如果你真想打的话 你明天能约好几场呢 甚至很多队伍可能在今天假如说第三场有比赛 在第一场第二场等着的时候都跟其他队伍去约下前面赛打 对 很有可能 因为反正打道具消耗的时间也不算是特别久 赢力也不是特别多 来了 现在看一下手头 我刚刚说没搬桃园 是因为手头它就是桃园搬不了 对 那这样一来对于KZ来说 手头还是一个好消息 正老是他们的王府 开局KZ的道具有点好啊 非得压制便 想再互换一下 KZ上来之后先抢了西方道具 但是一个飞碟影响了两个人的抓地 对 然后这个双飞碟是骑扣在了梦的头上 看直播上来以后再补道具 KZ的话是只有一个香蕉皮和一个导弹 导弹可以往前瞄 看一的这个位置 香蕉皮可能要在这个地方中了 但太阳还是飞下来了 没有掉下去 这个速度还是够的 你前面弹新开了 在这边有飞碟一直卡着 连上的时候这个次爆爆到了太阳 这波封路的话 其实对于后面的人也不太好通过 来看一下玲珑蕉这个龙卷风 能够去进行一波控谱 太阳这边中了墨汁的情况下 还看到这个风 从旁边躲了过去 但上来之后连续被两个飞碟扣住了 但是他扔了一个 玲珑扔了一个 所以说他能够知道自己那个被这种风 对 但KZ的话在这一段打得有点被动 然后梦出现了一个抓地失误 手上是并没有任何的防御型道具的 现在接连的只有龙卷风的情况下 距离还不是特别的够 这个双龙卷风前传给了雾 脚依能够去补位置 但是没有空到 太远了 第二个龙卷风也空不到 那这样的话身边进行转道具 只剩一个梦雷了 这个梦雷打退的话 依是没有防御转道具的 确实可以打响一下 再补一个梦卷风卷到了 前面应该是依有点抓地失误 拖了一波节奏 再补双持 还有单体和飞碟 在前面的路影 飞碟有7可以解掉 但是得看最后一波道具 有没有进攻 有一个导弹 没有防御 天使在下关之后 天使能够防住 恭喜1拿到第一分 这一局其实 KZ看似在位置上面 没有太大的一个劣势 但就在于1这个点跑 也太远了 然后导致到了第二圈之后 KZ的三个龙卷风 勉强是最后一个风 是风到了 始终上不来 看他每一波 好像都在不远的位置 但每一波的龙卷风 其实又超出了一点范围 对 而且就是开局起步的 那波节奏很重要 双扣了梦之后 梦这辆云霄 其实他没怎么出来 在后续的比赛里边 没有太多的画面 对 他甚至抓地失误 还出现了复位 其实在那个阶段 就有点掉队了 是的 然后玩到狼队里边 是把他们的这辆云霄 也就是1给送了出来 这样的话就逼迫 或者KZ利用另外的两辆赛车 一辆是白狼 利用一辆是太阳的那个云霄 对 对吧 用这两个去追 然后其实KZ就是打到第二圈 显得很被动的原因 就在于霧这辆白狼 他一直是作为团队当中 顶在最前面的那一个 是的 就显得后面两个机甲 到底在干嘛呢 其实就是被后面的辅助位 或者说一些道具 完全给牵制住了 我死了 所以这局其实就是狼队 对于KZ这个阵型的打乱 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也是1这名领跑选手 他在中期拉开的距离 也非常的足够 但是可能中间 还是会有一些小不侠缺 就比如说那第三个冷卷风 你在前面距离那么远的情况下 而且对方没有进攻的情况下 为什么会被封到 那应该是出现的隔离师 谁 1冒 1是被闪电劈了 他被一个莫雷给劈响了 所以说被那个冷卷风给劈 好 第三个 1-0 回看一下这一局 梦的话是在第一圈被扣的 两个飞碟 而且这两个飞碟呢 又是插开着扣的 所以说绑队的飞碟都是成双的来的 然后太阳在第二圈反超的时候 也被扣了两个飞碟 是的 就真的完全有点错节奏了 向波导 向波导 看双方的用车 就也对上太阳 然后梦这边拿了辆亚宝超人 相当于1.5个序列位来 对一个 狼队这边是双单体加一个飞碟啊 是 然后看1在那边再往前 是 这个上波路的自己是影响非常大 那这样一来狼队前期的节奏又起来了 而且还有雷和龙建峰 跳去非常老 不幸亏这个撞点是比较靠后的 不然的话容易直接弹风铃 对 太阳这边虽然放了一个护盾 去防那种闪电 但自己走的也并不远 被一个导弹也打响了 护鼻响了 导弹再响 其实跟上一局有点像 对手里边还有一个雷 这个节奏会起得更快 对 你上一局来看的话 其实前期也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KZ一直没有防御到 有飞碟 但前辈灵龙刚直到飞带掌扰器 就是这一瞬间 又有飞机和飞带掌扰器 全对上了 感觉已经要结束了 哎呀 这个字爆再也爆开 你要说要结束吧 其实 三个酷比 他确实离结束不远了 对 就第一圈 其实打在中间的时候 这个距离就已经拉得有点太远了 然后是一直在滚雪球啊 对 节奏起得太快了 你看前期 KZ其实位置站的不差的 但一个飞碟直接把 我有这个香蕉皮 有刺客 哎 前后一个人看不见 正在专心抓地的时候 突然之间有一个香蕉皮 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KZ在这波 才迎来自己的倒数爆发点 但是这个导弹已经往前输不到了 远峰更是远远的 根本追不着 可以这个道具来得有点晚 那这样的话 恭喜玲珑 狼队2比0 开局节奏太好了 主要是你谁想不到 大家一起吃道具 对 你这边站了三个 他那边一个没有 就主要是在第一圈 就我说 可能快结束了 本来还想帮他们说 就是着补着补 说 说不定还有机会呢 然后发现狼队握着三个酷比 可能确实离结束不远了 那一波实在是 追不上了 真的 因为通常这种长领跑的队伍 总会有一波道具真空的事 对 就是他前边始终吃护盾 然后一直被消耗被消耗 就会导致中间 一个节点 就大家说说话 突然之间全沉默了一样 突然之间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这一波 如果说KZ手里边有增益性道具 或者更多单体的话 他能够把距离稍微再拉回来一点 但是突然之间看到那些道具 该在KZ手里的 结果全在狼队手里 确实有点打不了了 是的 这一局就是在可能开始的 30秒之后 就已经没法打了 就在于可能第一波道具 被扣了飞碟 然后当时KZ是一个 四五六名 然后去抢第二波道具的时候呢 也没有防御性道具 然后相反狼队还有不断地进攻 然后在那个长直道 又扑龙选风又打单体 然后基本上就已经拉开距离了 几步的道具都太好了 而且是因为是这张地图的属性问题 所以说一旦有一个人出去 太好去控制这个节奏 对 沙滩的 就来到沙滩之前 沙滩那个位置 其实相对来讲 你控的爆和空间风 路数比较宽 那沙滩之前有几个小的S弯 包括小窄弯 那个位置去控资源 一控一个阵 是 但就对于这局来说 可能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就已经结束了 还在室内 还在那个浑倒的位置 这几个自暴的配合 其实也相当致命 之前的话可能就需要救援 在中期去发力 这局都不太需要了 这局就玲珑 一个人放开跑就行了 来看一下KZ选择的这张 新王图 对位的话呢 是原地之星给到了 玲珑和梦 然后亚宝超人是救援和太阳 不同的赛车在于 一的奥利娜和雾的哈雷特 起步来看一下低波道具 相当的关键了 王队道具还是要更好一点 双孔之雷 一这边连续被打跳下去了 我感觉他进水之后 被那个磁铁捞起来了 对就吸上来了 然后又下去了 在荡秋千 那这边有一个飞碟 在等玲珑 有干扰器的情况下 自己解解得也非常快 再补双尸 是一个双玲霧 质量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看梦这一波 是补到一个酷笔 可以往前打 不会下玲珑的节奏 走不了太远 但其实玲珑也想让 因为手里边有一个叠控 对 但现在KC是双人上来 玲珑这边还是得拉位置 这个龙卷锋 一卷到梦了 往右边走的情况下 有点躲不掉 是路太窄 连续再打玲珑 能够精神反超 单吃是一个哭盾 对 太阳这个压宝超人上来之后 看一下跟云集去对位 有点难 两个龙卷锋 很难卷的 玲珑还是中了一个 对 但这波其实双方的位置都并没有打开 破盾天使都没来得及交 梦这边再补卫上来 有一个盾先开 保证自己不必破防 但是那个龙卷锋差一点 抓地稍微歪了一点点 对 而琳楼就是这一个timing 已经到中间先前了 两个小小皮放下来之后有一个飞碟 后边孟反超过去之后来不及反扣了 梦的那个抓地失误之后 其实后续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的进攻 然后他自己是一个磁铁吸进的距离 主要是玲珑那两个小小皮有点小分大 玲珑其实在这一局当中的多次 拾取道具质量都不高 完全是一个 两个小小皮 两个云雾 其实已经拖了非常多次的这个道具格了 而且他被扣的那个点呢 也很难的 他背后那个点就没有办法去让 他让完之后 梦就再被反扣的时候已经到中间了 主要从小地图上来看的话 梦的距离也不够远 你说你在那个那么远的距离去等他 其实也不太现实 是的 就只能自己去孤注一掷 往前冲一冲试一试 就感觉他正好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视角距离 就往前一步呢 我还到不了 对 往后的话 往后退一步 对 他还不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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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是被挡 然后被磁铁吸 所以说那个点过不去 因为我看到太阳放这个风的时候 我看到零龙有点想往右走 我以为他会能躲掉 但是没躲开 所以判断了一下 护身风赢 这样的话打序列未来 而且这一局KZ呢 又是拿出了两量序列未来的 对 KZ主动打的这些地图 其实都不是说非常拼抓地的地图 它在中间都会有比较多的长直线 我感觉会更偏向运营一点 等会儿那KZ这样的话 序列未来用完了 对 一会儿狼队如果真要是跟你打个水 小玛雅怎么办 这没翻啊 这图对啊 所以就是现在只能说去打自己喜欢的地图 把分数先拿到手 如果没拿到手的话 其实更加去明死 三单铁 但是可以再双飞碟 那太阳上来之后 其实也没有防御道具要接连被打 双飞碟加一个雷 也真不好说 这道具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但一直没有护盾 刚说完摸到一个天使来不及开 库比在反打 这边去补一个道具 又来了一个飞碟 开局碟来的有点多吧 一圈子碟来的多 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事 因为这个距离并没有拉开 尤其是他这几个闪电 他已经是连着打了两个闪电 去被对面天使防了 是 但KZ的话 这一波也是补充到比较多的 有效进攻道具 一个库比再加一个闪电 库的话落到后面去提这种闪电 特别拉开一些 这只JPJ站的位置都比较靠前 是的 刚才那波道具 他位置得靠前吧 是的 而且梦的话 也一直卡在一个地次 来弹气了 又来了一个飞碟 这个飞碟是相当关键的点 双雷 莫之佩雷 看这一次 他有这个位置卡得有点死 直接躲回去了 他什么也看不见 他就感觉跑不了 突然被挡了 也不知道撞到了什么 前车失误 后车跟上 磷龙这辆压迫超人来了 这个图子里其实后面跟得都非常近 可能在最后一波有一个大洗牌 抢一波道具 双方都有单铁 看KZ这一波 两个库比往前打 太阳又抢到了一个单铁 但是先被库比的给打起来了 帽手里边握着两个天使 莫雷没有破防 一这边被打响之后 后面捕位的又是磷龙这辆压迫超人 手里有氮气 有一个磁铁 来得及吗 看一下有一个单铁 库比打回来之后又响 但是有捕位 在后面霧在身后 直接完成了冲线 这一局其实到后面 狼队有点难打的点 就在于KZ手上是两个单铁 两个单铁的话 是至少要起来一个的 那就视频说明你的位置 没有办法站好 最后霧的及时补位 光着KZ拿到了这一分 这一分真逮 这一分不拿的话 从这军车来看的话 整个局面可能就要崩了 这一张图其实从前80%来看 就是KZ的位置要压制狼队 80有点多了 其实来到第二圈中期的时候 狼队就已经实现了一个124的位置差 就是他已经当时把那个局面稍微扭回来一点了 我应该是在看到那个场子照 就竞速延续的那个当时是梦卡在第四名 是一个124 是 然后从那边开始以后 就是一开始发力 然后扣飞碟以后 能把那个距离给稍微找回来一点 但其实有点短暂 狼队那个124 对 就差不多到了后面 要到那个木桥那个位置的时候 然后太阳被打了 然后狼队的位置会稍微上去一点 但吃刀的道具质量并不高 是的 最致命的就是在第一圈的那个闪电佩蕾 莫蕾破防了 闪电佩蕾莫直 然后当时破防了 然后导致他们的位置一直被压制住 是 误打了16的进攻 林龙这局打了18的进攻 压宝超人这局就在打一个辅助位 但在中期也不得不上来 第13的防御啊 确实一直在保他这辆新的位来跑 对但他打得很吃力 一直在打一个1打2 是的 他少打多 这个平面可能撑不下来 你看防务确实防得很多 他但是就有一个13的防御平分 但你看面对到雾这边16的一个进攻 然后再加太阳 也相当于一个2打1的话 也有点没法出去 那话说回来的 这一局KD用车来看的话就该拿 对 下一局 那直接就玛雅了 百分之八十九十就是叫玛雅 对 因为你多样薛雷伟来是绝对优势 你如果想打得复杂一点的话 你就练一千仰 嗯 我觉得玛雅起节奏会更好起一点 你到了第二圈 这个ECU一开 把距离一打开 就没有办法就够追了 对 就KD而言的话 它没有什么太好的车能够跟住你 嗯 KD就只能拿奥利纳 看能不能勉强跟一个 然后这个破防点 然后这个位置 它好像是 飞碟加闪电 飞碟加闪电 但是它一个降速呢 把也卡住了 而且一当时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超异状态当中 嗯 对 所以说那一段打得一特别伤 看似那一国狼队的进攻非常的爆炸 有飞碟有两个闪电 但是可以说是一个副手艺 对 吹小玛雅 KD这边用到了脸蓝奥利纳 加上一脸运机之星 看一下刚才KD的孤注一致啊 在这张图上 他们能够稳得住 梦这边控制波节奏 捕到了导弹加墨汁 双弹铁弹狼队使出30号 但这个双弹铁的话都能打响 他想躲 对 他是故意撞过去在那等的 但是还是没有空住 他好想逃 却逃不掉 那这个位置 二连打 再起一个龙卷风 对 都捉到这些人 干扰切切切得够快 那前期相当于形成一个二打一 在这个时候 你家宝超人先出来的话 你要跑吗 好像放不了ECU呢 再起一个龙卷风 捉到了 前面太阳已经反超过去了 在这个点先把位置给站住 出完以后躲一手龙卷风 现在就需要小心玲珑起节奏 但有导弹 而且狼狼没盾的情况下 你起不了节奏啊 而且全是交风 这是一个脸上的爆头风 而且狼队还有两个龙卷风 在这个出完处谁也走不了 梦的这一个风也很关键 看这个节点吧 KZ还有一手飞碟 节奏没打开啊 全是风 玲珑偷沫过去了 但是来了一个飞碟之后 把玲珑也扣了回来 带补道具 双有单体 但KZ这边也没有太多的进攻了 形成一波一打一 而凤净本没得去到 没有防御 旧颜能不能够 皮铁最后的这点速度 行走反超呢 有一个ECU吗 他有一个超翼 不是他有一个冲刺翼 但是Wu为什么突然间一瞬间出来 然后翻到好远了去 好像顶墙上去了 他走了好远 我感觉那个点他想对抗他 对 他并没有说我要去抓路线 而是想说我在这个点半里撑走 胖最后是有着弹气的 他的那个长直线是弹气速度下来的 最后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甩尾弹上墙了 有可能 或者就是他还留了一手自己的火力圣装 往前补了那一下才结果上墙了 但他一定是有一个碰撞 所以导致他们突然间往左飞了 一下子飞出去很远 对 感觉他没有在那个位置想要去说 我抓一个内刀的路线 从路线上反超你 但这局其实对于狼队来说打得有点惊险 就在于其实你这辆序列未来并没有打出优势 也因为场上唯一真序列未来 所以说所有人一定会无限的去针对你 打到第二圈的那个跳台点的时候去位置还是完全没有拉开 然后凭借了三个龙卷风 然后玲珑我都不知道他从哪走的 就是他到底是开了几个护盾从哪钻过去的 他第一个龙卷风就是跳台落地下的那个龙卷风的钻的左 然后另一个龙卷风钻的右 这个感觉好像确实绕了一个蛇弯 然后可能也消耗了一些防御型道具 消耗 除非就是恰恰好对他来说是一个脚后风 那边挺拼的 因为其实狼队是双风要去封前面KZ的双领跑 但那波还不算是赤城关键 赤城关键其实还是最后的那波实时取 对当时梦被抢了一波道具 当时他是急需一个防御型道具的 梦道具被抢了 然后狼队吃到了双单体 所以说就把本身KZ是一个梦 应该另一个是太阳好像是 两个人结果全被打起来了 对我觉得其实你到了最后关头 不位置很重要 但其实在你的队友手上 没有充足的防御型道具的情况下 你可以稍微放慢一点节奏去双吃一下 对 不一定就搏最后一波 但没办法梦那个位置呢 他作为他们队伍当中那个唯一能跟得上的人 最靠前的 对他不可能说突然之间去牺牲自己的位置 肯定是不能复位 但就是如果你能把这个吃道具的位置找好的话 稍微放慢一点点节奏 就会太苛刻了 太快了 对 跟得太近了 你不知道他到底要吃左边还是吃右边 对不故位的情况下 感觉还是确实有点难 而且梦当时是中运物的 所以说他确实看不清那一波道具 所以打道具真的就是你既要有道具上的博弈 又要有抓地上的博弈 这皮肤都要烧了现在 第二圈啊 这风阵来了 黑队的一个风 联龙一个队 然后第二个风阵正好消了 刚好消了 所以感觉他那个点突然突出成为也挺惊讶的 哦 梦想要去抵抵我感觉 我感觉他就是想要去撑撞他 他是直着出去的 对 他就飘都没飘 你说怎么有个人突然就是冲出去了 这张图选择到的是鹅宝 对 星天鹅宝 一张比较冷门的赛道 梦影青龙的队位是一一对上了梦 然后哈雷特是太阳和救炎 剩下两位是云霄 那KZ云霄也用完了 看起步 补补双痴 有一个飞碟直接扣 狼队起步是双飞碟 但是没有护盾 出去的人要被打 太阳也被抢了一波道具 有人再去补补双痴 摸到一个飞碟直接扣了 有点焦急 但解完之后呢 KZ冰龙形成反超 所以说刚才那个飞碟 好像没扣到 再去抢道具 再看一下这波 对 以后再扣 扣到了玲瓏 请求了双反超 解而且这个龙卷风和单起 全响了 这个龙卷风是一的龙卷风 再来一个出弯风 一这边 他看到玲瓏 为了他想试试 对 他非常的倔强 对 给我一个机会 我试试这个抓地能不能躲的 因为玲瓏已经正好在入弯了 所以他必须回 但是一是看着路线过的 但是有点尴尬 这一瞬间两个人的对比 显得非常的尴尬 太阳这边出弯道具 有再复卫回来 也还是能够跟得住 但是这波抓地以后有点力 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在前这位 对 这波跟不上一了 没有防御型道具 狼队手握三个护盾的情况下 感觉有点打不响 这一前一边的延续还在做 而现在误这个导弹响 瞄到一队很难 位子完全被压住了 而且旧颜也上到了中间 在刚才左下角无人闷惊的地方 一是不是墙上去了 我看了这样一个画面 没关系 九脚比要踩了 直接直冲冲就上去了 没有完全任何的躲避 不然的话他也有一个酷比 反正他一定是想的 对 也抵消了 而且狼队这波单体爆炸 三个单体的情况下 又连续打 狼队有点小大华 护盾在挡下这个闪电 那对于他来讲的话 最后这一冲截难已经过去了 以及丢阶出现 恭喜狼队第四分入章 来到自己的赛景局 节奏反而还是比较快的 这一招 我感觉就是前期 如果狼队摸到飞碟的局 KD都会难处位 理论上来讲 前期每一方赤道飞碟 另一方应该都突不了位 就是你完全就是把位置压住了 但是狼队就能够通过你第一波的飞碟 就是全程把你的位置给完全压住 是 主要是因为狼队他能做好的一件事情是 他一个碟扣到了你之后 他一定是两个人一起过去 他只要两个人一起过去 他下一波道具点一定是能吃到四个的 所以说他这个从一变二 从二变四的这个能力 他是有的 他就可以把这个雪球给滚大 而且他们前期就是可能前两三波的道具质量 都会非常好 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前期吃完飞碟以后 你后面会吃一些磁铁啊 这样有些可能用处不是特别大的道具 对吧 但是他们就是能够保证到第二波第三波也连续吃很多的进攻 然后把KZ这边给压制住 或者于他们而言 他们可以起到一个画幅准备神奇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哪怕是这个道具 可能对当下而言我并不是特别需要 但是他们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道具质收益跟得最大化 对而且确实抓地非常细节吧 就是一旦你有一个双铃跑的优势之后突然想到一是吧 除了那个之外其实还行 也说了嘛就是上场呢 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 对 倔强 突然有一个倔强的声音说我来试试你我过不过得去 雷龙说前面有风过不去 然后这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年轻小伙子 什么事 我让我让我看看 然后哎有风啊过不去 确实过不去 就零龙就作为一个老将经验非常丰富 就到那个位置以后 他已经在中间了确实过不了 然后呃那个谁要一收到 我从旁边试试 哎呀 我们过来慕影青龙吧 体型太大了吧 再加一个恢复 走过去 这局救援打了三十二的进攻 而狼队的进攻道具 哇 呃光是导弹这一项就快赶上对面的那样 全火了 对面十四个单体 然后狼队十三个导弹 是的 而且闪电也要比KZ这么多 这也是因为当一一拉开了很远的一段距离之后呢 KZ这边你看十七个磁体 对 十一个弹器 八个单体 然后KZ这边防也很少 对 总共的防御道具只有五个 所以这一局就道具质量来说 肯定是必输的 好像不是真的好 你看太阳和梦在中间 这几波 哦 有一波那个 冬卷风其实也非常关键 他这个位置呢 只能说直直的过去 你不能飙 我没看错 确实是这个点 城市网吧 城市网吧 呃 墓影熊龙是给到了救炎和太阳 然后 木这边开了全场唯一的援军之星 剩下三辆都是孙悟空 给打一些赛数战术 不过太阳这边补到的是一个护盾 和一个小小皮 小小皮来 皮到一 但是梦跟物刚内部有点抢道具了 这个先抓地 然后补了一双痴 对吧 先淡淡爽 没有防御道具要直接下来了 而且这个红眼红的位置 可能要不够了 来了一个飞碟 飞碟再等 对 飞碟给到 当时一个又来了一个 那这个位置只有孟的话 要走吗 我感觉不是不太要走 但还是得扣 不然的话 救援这个位置会跑远的 而且会不会还有林隆呢 林隆这边直接走外道 延续过来 把拒绝给拉开 还要跌 第一圈三个跌 KZ这边位置并还没有拿到 而且林隆这个刹车 其实很让女性 就是挡了一下 帮一又挣起了一点时间 是的扣与互扣 但KZ这边一类双响 再补一波道具 前面狼队是一个双单铁 KZ又可以抢了一波道具 里面再吃 又是两个互扣 有天使 有护盾 这一波防御冲中防住 但是太阳这边 也正好来了一个天使 对 但1在前面 作为一个第一名 是只吃了两个云雾 这一波质量有点差 但下一波补回来了 但是对面是双护盾 是的 而且中了一个龙卷锋 梦这边再补位上来 是一个双领跑 又抬了 而且对于1来讲的话 补位来的可能要慢一点 林隆刚上来 是一个大的进攻节奏 导弹再往前瞄 这个护盾能传上来 来得及 而且狼队现在手里边 只有库比 全是库比 打不到后 根本打不到 而且还有弹期的情况下 这一局冲线是没有问题的 恭喜KZ 翻回一分 4比3 狼队最后的道具质量 突然好起来 但是一看 库比 中期确实KZ的道具质量很好 尤其是那几个飞碟 有闪电 我感觉中间得连着 批了两三个雷 对 确实他们这个道具很酷的 然后狼队的这个道具 这样来得有点晚 它有点像可能前面 我们看到的哪一局呢 桃圆剑格 不是桃圆剑格 是那个相拨倒 就基本上到我们最后一圈 然后才摸到的 这个一堆的单体 但根本打不了 距离已经拉远了 是的 就你虽然看到 最后可能给到 双方的这个进攻道具 差距不大 但来的这个时间点 其实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刚才我又仔细看了一下 KZ现在的原机之星也用完了 对 所以说在场上没有 叙利未来 没有原机之星的情况下 一会儿 如果狼队还能再选择 看月光之城这种地图 可能会是绝杀 很有可能 就原本是KZ 自己很喜欢打的一张地图 但今天可能会成为 反制他们的一张地图 而且目前来看的话 慕影青龙的用量 其实也是蛮大的 对 最后慕影青龙 家园之星 这套组合 有可能在月光之城上 它会起到 很好的一个效果 慕影青龙现在 两边都是只剩一亮了 是的 接下来还有一张图 一张图就不用 那可能打个月光 最后 可能连玄月都不剩了 是的 玄月的话 应该是在相波岛有用 然后后面就没有用 或者说就打一手 就不还先硬 这种直线长途 就跟你拼 超级ECU 然后现在就是 强特性的道具机甲 基本上用的差不多了 云霄 也是 KZ的云霄也全用完了 现在狼队手里边 多云霄多远吉 其实虽然说 现在比分是胶着的 但是如果是 一直这么打起的话 对于狼队而言 越往后打 他们的胜面会越大 对 今天其实KZ的用车 会更凶一点 他投入量很大 对 他很多时候是 这张图 要么就是你不用 然后我用一辆 要么就是你用一辆 我double 对 像雾山风营的时候 当时就是用了 两辆世代未来 是的 下一张图 电音蒙场 这张的话 双方的最后一辆 莫永青龙 KZ没用 KZ留了一辆 他知道他现在手里边 赛车是有点亏的 所以说他选了这张图 让狼队把莫永青龙 给掉了出来 而且多掉了 也要云霄出来 对 他们这局想通过孙悟空的优势 去压制住 因为上一轮 全球网吧 是狼队用了两辆孙悟空 这张地图 因为也是有加速带嘛 所以想通过孙悟空的处委 所以几个不想翻掉 但是狼队这一局的用车 要很强势啊 有可能最中间比赛的 而且前期是一个三菱跑 来看这个过程 并没有打响 而且胶皮 天脸皮也重了 还好过来了 是的 不然其实对于KZ来说 是一个大的断层 也被抢 道具 这一段时间里面 太阳其实没怎么吃到 又是一个天脸皮 皮到了后边呢 应该是雾还是谁 是的 第二个飞碟也来了 在这个断层底 还能解掉 三个飞碟 又是第一圈的三个飞碟 对于KZ来说 也是第三次了 这是第几个 这是第四个吗 好像是 这么多的吗 凭借这么多的飞碟 现在太阳行轮反超 到后边是三朗 一个防御性道具 可能不太够 一个刹车呢 一个刹车 把后边的梦给补上来了 但是零楼也来了 想等一下队友 在这个时间点 又来了一个飞碟 什么都没有 反了吗 太阳两圈在这里 什么都没吃到 但是确实这个飞碟 靠去一个人 不过前面还有一个E 如果你真码了的话 小伙子后边怎么办 还有库比 这个库比 1 如果他算了飞碟数量的话 现在他应该高整无忧了 只确实里面囤积 护盾就足够了 放心好就好了 这个点 有弹器有护盾 前面再吃库比和雷 给到后边去继续对KZ施压 在后面一雷三小 二练之后最后恭喜狼队 5比3战胜KZ 中间打太阳那边是四个库比吗 不是 可能不是四个库比 但应该是四个单体 对 因为我看着他 就是眼直睁看着他 一个盾 两个盾 三个盾 一个天使 然后全防了 但那个时间点 也是有点密集的 有点 两边的道具来的 这种冲击啊 团回来 这个图很神奇 上周应该是幻影 对 然后这周是电影 系列的地图 这道具都是陈孙来的 就是飞碟这东西也是 上周也是狼队这边吃的 一个两个三 扣去之后又反超了 然后这一次呢 KC这边一个两个三个 然后四个 是我们数错了还是 他真是来了四个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这样 确实让人难以接受啊 这一轮 如果是五个飞碟的话 就说明第一圈没有数错 因为第二圈只有一个飞碟 是的 然后到第二圈开头 那个劲道的时候 我感觉太阳也是没办法了 这队友差的因为太远了 然后只能在那个点选择 刹车卡位 看能不能拖一波节奏 他那一波卡位效果很好 这一卡二 全都卡住了 只不过狼队这边 因为刚才我说 他是一人领跑 三人后追 对 卡完之后呢 其实他那些人还在 恭喜狼队 这两个百分队伍 今天的第一次交手 最后还是由狼队笑到最后 这样依然保持了赛季至今 道具百分之百的胜率 最后双方打了一个 5比3的比分 其实我觉得KD 在用车上面 确实是被打的分斗 很多反制 前期如果他们正常用车 我觉得也是有得打的 有点不太自信吧 今天 这个东西其实你很难去说 到底哪一种做法是对的 因为就像是你看 乌山凤银那一局 他用了一辆序列未来 但是其实他赢了 有点险 你很难说 如果是单序列未来的情况下 有没有可能跑得这么顺 对 因为他必须多一辆强势车 在局内的威胁就多一分 也就需要狼队 去多留三分的神 去防你 那这样打的话 其实对于KD 就是整体来说 他们被反打的概率非常大 对 你说你今天想要赢的话 其实就比 如果你正常拿车 要低几分 你要赢的话 就一定得是像这种图 我不用过去选老王 然后还反映你一次 对 然后后面就是在 你选图的时候 我还能用赛车去压你 所以会去限制你的选图 确实因为面对的是狼队嘛 所以说我觉得 出于对强者的尊重 所以说这些点也是在本地比赛里面的全力以赴 对 他们今天打的战士很多 相当于在B组 可能没有那么多游刃游鱼的一个心态 而且结合第一轮 打出来的一个比赛来看 就是你首先 除双浪野外胜的队伍 一定是在卡位区 这这几乎是一阶五 那除了双浪野外胜的这三支队伍 其实小分来看 好像没有那么的重要 就参照RW和GCR来说 最后还是要比分一场比赛 你们两个谁能赢 谁能拿那一个大分 谁是一个可能1-3 谁是一个0-4 然后你打出去之后 然后OK 我卡位赛打你 你没有你谁也留患 没错 呃来看一下双方道具啊 狼队也摸了五个飞碟 那其实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一个满叠局 这个时候啊 就是你不如一个一个接任来 连任来 那么震撼 对 这是第一选 碰开始的地方吗 对 这是第四个飞碟已经扣上去了 然后形成的反超 你看 这感觉是触发了 触发的宠物一样 达成了某种条件 对 打点什么换来的感觉就是 挺吓人的 两边的这三体和飞碟都来得挺吓人的 MVP给到了1 本赛系的第二次MVP 这场比赛三次冲线2